这样 来 数量你随便打一下 我打个10好了 他是说 我们金额这一块 他是用数量去判断的 数量如果有 我就计算出来 数量如果空的 那我就不要展现 是这个意思 来 我们看一下 那么我们点到金额这一格 先用我们的乙符去判断 先用我们的乙符去判断 好 那么判断什么呢 你去判断前面这一格 是单价这一格 单价这一格 OK 单价这一格 不用锁 因为等一下 我们是跟着往下拉的 所以 C164就可以 不用锁 好 是不是等于空白 这样子 OK 以后 那么我们第二栏就是也是空白 就是说如果前面 不好意思我选错了 前面不是164 是低164才可以 因为刚选错格子 等于空白 要低164 刚选错格子 好 那低164就是我们的数量这一个 数量这一个如果是空白的 我就不要显现东西 如果你把数量填进来了 你把数量填进来了 那么我才显现 我才显现资料 我才显现资料 来 那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呢 基本上 那么如果有资料了 那我们就跳到第三栏 去把它做相乘就可以了 相乘 所以呢我们到这个 左边的资料方块 我们的名称方法里面 把product选进来 product选进来 那product呢 就是把单价跟数量 这两个选进来 让它两个相乘 让它两个相乘 这样会了 好了以后呢 我们呢就回到我们的if 看一下 好 都没有问题 OK了以后 我们就按确定 好 那现在呢 显现答案哦 可是呢 如果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我们把数量这一个删掉 你看它金额就不显现 金额就不显现 所以呢 数量这个是等 对方给我们确认好 他要买几个 我们打上去了 好 按enter以后 它后面的金额 就自动的帮我们乘出来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做半天了 它已经帮你算出来了 好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完成以后 按住右下角往下拉到我们要的放轮 好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就每一格每一格都有风势了哦 每一格每一格都有风势了 就只插前面的部分是空白的 所以我就没有任何的显示 差别在这边 好 请输入一下 那当然如果假设 前面都没有任何资料 你数量给它填上去了 比如说给它100 假设这样子 好 那各位你看 后面啊就会变成100 这个就你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好 因为呢我们是建议我们是说基本上数量不会填嘛 因为呢我们是觉得说一般常理上 如果你前面东西都没有 前面都没有任何东西 那你数量这边当然也就不会跟着打上去啊 一定是前面的资料有出来 你才会跟着数量填上去嘛 我们的意思是说 一般常理上是这样的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请各位了解一下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OK 常理上是前面有资料了 数量我们才会填上去 好 那么呢底下这个总计这一格呢 它要求说什么 要求是说 如果金额这边通通都是空白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假设现在呢没有填上 这边通通都是空白的 假如这边啊通通都没有任何的金额 通通都没有啊 就是说假设假设假设呢 这边都是空的 好 那么呢我这个总计这一个就不要做 那如果一旦有出现任何的金额 我就把它全部加总起来 把它的加总计算出来 这样懂意思吗 我要讲一次 如果这边上面的金额 这边啊通通都是空的 那我黄色的这个总计这一个呢 我就不要显示任何东西 一旦呢金额这里有出现了任何的一笔金额 我就把它通通加起来 然后呢展现在这边黄色的这一个 好 那各位想一下 那你这个公式要怎么做 简单来讲这上面如果都没有任何金额 那我这边就不显示 只要上面有出现任何一笔 任何的一笔金额出来了 我们就把它通通加总起来 然后呢显示结果 好 那各位想一下 你会怎么样来建这个公式呢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